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配合总处大楼的更新工程 台电启动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及社区营造计划 而位于温州街巷弄的北去施工处 也决定将一直以来剖腹盛名的加罗林渔墓移到墙外 让所有路过的民众都能够欣赏它的美丽 4月23号举办的《渔墓的心跳》公共艺术节目仪式 邀请当地民众及独立书店一起来吟诗阅读 用充满艺文和书香的氛围创造出全新的在地空间 如果您常经过温罗丁地区 您可能知道在温州街的巷弄中 有这么一棵每到四五月就会开满小黄花的美丽大树 它是加罗林渔墓 40多年前种在台电北区施工处的办公区内 如今台电决定将围墙内缩 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风采 我们实践了一个就是台电公共艺术 计划要给新温罗丁一道不一样的光 因此我们把围墙拆掉了 我们把一些电器设施把它移走了 让所有的路过的一些群众 爱花的头发都可以很轻松 悠闲地来看到这棵美丽的树的全貌 盛开的时候的全貌 同时呢我们也就有这个机会 让这个树的树边呢 它能够有更自然健康的成长 4月23号艺术计划 渔墓的心跳举行了节目仪式 象征台电正式将加罗林渔墓 开放到公共空间 分享给所有在地的民众及用路人 现场也邀集了温罗丁地区的独立书店 轮流送给渔墓美丽的诗句 让整个活动充满了浓浓的一文气息 第一个是渔墓在这样的空气里面 应该会被看到 所以大家四五月一定会来看 我们渔墓这些开花很漂亮 我们在这里坐的时候 其实很多民众 很多的一个游客都在那边 特地要来看我们渔墓开花 那第二个理由当然是 台电在这个地方跟渔墓一样 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的公共艺术明星 就是我们渔墓的心跳声 以前因为台电保护它 所以站在围墙里面 这一次也是要保护它 但是要把它打开 掌声响起 艺术创作正式节目 未来在渔墓树下 也将举办多次主题工作坊 从四月底到五月底的周日下午举行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与我们一起欣赏这位40年来 一直静静守护在地的好邻居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影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